内地奥运精英代表团抵岗之后 在下榻的酒店举行出席记者会 有多位运动员还有教练们都分享他们在奥运期间的感受 在运动员们下榻的酒店门口 有小粉丝为偷拍到偶像感到兴奋 内地奥运精英代表团抵岗之后 首个公开活动是出席记者会 吸引大批记者前来采访 凭洪荒之力爆红的奥运游泳同牌得主复原会 成为被提问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他说做梦也没想过 像自己这样的人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就指下一次会再来香港迪士尼乐园玩 我就是有时候还是比较幼稚 我对一些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都有无限的幻想和渴望 但是因为这次我们是跟随着中国代表团一起来了 我们有就是更重要的更更就是就是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就是就是更好的更好的目标 我们是来这里就是希望能跟香港的人民就是能多更多的交流 而不能以一个贪图玩乐的想法过来 所以我就想我下次自己再来玩吧 为中国在奥运单车项目取得金牌零的突破的公金节和中天使 记者会上多次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表扬 公金节表示奥运冠军是他的梦想 他和所有运动员一样都会永不放弃 我一直在为了这个梦想不断去努力 不断去付出 可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痛 当你拿到了奥运金牌那一刻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的 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孙娘就表示 在奥运赛事中运动员之间会以友好的态度去面对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中国强大的运动员来说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反而会更加增强我们运动员的内心和军心 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洪荒少女复原会在记者会上精彩的回答 为现场的记者和运动员们都带来不少欢乐 那么而在星期间的示范表演中 市民将有更多机会接住这一班轻银运动员 富豪卫视潘楚源 香港报道